好那我請教一下陳哥 這次普丁真的是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焦點人物 而且呢到目前為止 他也確實是個贏家 是的 那麼這次呢 今天2月16號 本來是預測今天就會動兵的 那動兵的這個預測 其實是德國這個明鏡雜誌先放出來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要打仗 但是普丁的外交手法 已經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 到底普丁要什麼 大家都在猜 卻沒有人能夠接近核心 所以我們今天稍微談一下 我們有人稱說普丁這次是流氓外交 就是陳兵在邊境做事要打 就雙方呢 就在做事要來做一個決鬥 但是呢普丁其實 他的意呢 可能真正不在烏克蘭 他有些附帶的目的 比如說挑起不合 挑起去測試烏克蘭 有沒有決心去防衛自己 去看看北約的國家是不是團結 還有美歐之間的關係 還有美國對於這塊的 到底有多重視 這些全部都在測試之中 看到有人上鉤了 德國跟法國的總理跟總統的 分別就過去普丁跟他談判 提升了他的這個發言權 而且呢他們發展出一個叫做 四國談判這個諾曼蒂模式 要排除美國 所以這些都為他帶來很多的 外交的這個手法 外交的利益 那到底普丁的手法是什麼呢 普丁的手法其實跟他的普丁主義 就是他的國內的政治呢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這也告訴我們說呢 極權政權對於世界所帶來的威脅 可以更深入一些了解 普丁主義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分三方面來講 在社會跟經濟方面 基本上就是國家壟斷 國家控制一切 特別是國家控制經濟資源 還有石油跟天然氣的這個外賣 然後特別是國家有 國際油價上漲的帶來 俄國的這個財政經濟的復甦 但是呢他在內部的分配 卻是一個寡頭 政治跟裙帶關係 就是用人為親 只有跟普丁的朋友 跟小圈圈才能夠分到一杯羹 至於如果你要跟他有意義 或是要挑戰他的權威的話 立刻就會被無情的打壓 甚至謀殺掉 那麼在國內政治上面 就是壓迫 國家高於一切 消滅民主政治 消滅公民團體 消滅媒體 甚至司法獨立 消滅異議者 那麼這些換來 他的政權的維繫跟安定 外交上面就是 我們這次所講的 他要恢復俄羅斯 應有的地位 那到底俄羅斯 應有的地位是什麼呢 他的想像空間就非常的大 那麼紐約時報 有一個文章 就這個 他的標題叫做 俄羅斯人民是不滿跟憤怒 但是普丁仍然大權在握 非常的清晰的講述 俄羅斯的政治 跟民主政治的不同 那麼我們西方觀察 大家就說 通常我們看 一個國家的政治 或是外交走向 要看民意 但是俄羅斯不是 他要看強人 那麼也就是說 普丁到底在想什麼 他到意圖在什麼 他的棋盤在打什麼主意 那麼這次的 整個俄羅斯的民間社會 對於目前的局勢 就是有非常的無力 比如說 大家就說 普丁就代表了一切 我們都被困在陷阱裡 完全看 他要帶領我們去哪裡 但是另外一方面 俄羅斯的歷史 告訴我們說 它是一個大變動的 一個國家 它要不就是沒有改變 穩定的 它要變動就會非常劇烈 歷史上有三個重大的節點 一個是1917年的 這個沙皇被推翻 這個紅色革命 另外就是1942到43年的 史達林格勒戰役 它成功了抵抗了納粹的侵略 最後就是1991年的蘇聯瓦解 我們分別看一下 這些歷史重大轉折點 那麼俄羅斯是一個老國家 它幅源非常遼闊 涵蓋民族非常多 這個經濟資源多 然後治理也不易 但是呢 如何把這麼大的國家 能夠放在一起 它有一個強人政治的傳統 在第二時代就是沙皇 但是這個沙皇呢 它是想要在末期的時候 想要進行民族改革 跟經濟改革 就沒有成功 它也進行了立憲主義 特別是在像這個 1917年之前 那麼對照這個中國的歷史呢 就相當於這個 清末的這個滿清的 這個君主立憲主義 同樣也是沒有成功 那麼紅色革命 帶來了史達林的這個獨裁 史達林的獨裁呢 就推行了共產主義 跟集體主義 包括這個農場 集體農場的發展 那麼1991年蘇聯瓦解 就造成所有的這個變局 這個變局呢 大家都歸就有一個人 叫做戈巴契夫 戈巴契夫是一個末代的 這個蘇聯的最高的總書記 他推行的是開放政策 他希望呢透過 一方面透過經濟改革 跟鄧小平是同時間的 另外一方面推動政治改革 希望呢能夠比較民主 比較開放 但是後面兩者都沒有成功 特別政治改革 帶來整個這個 蘇聯集團的整個瓦解 當時呢 所以現在的民調都認為說呢 完全國家失去當時的地位 然後蘇聯瓦解 帶來很多的痛苦 那麼都是歸咎於這個戈巴契夫 那麼包括普丁本人 普丁本來是一個KGB 就是俄羅斯的情報單位的 駐東德的一個官員 特務 他呢當時呢 在做這個study 就是東德的秘密警察 總部那邊駐 在這個東德瓦解的時候 他親眼見到民眾包圍 這個東德的study 所以他親身有經歷說 那個國家瓦解 還有地位失去那種痛苦 甚至呢 他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為了這個事 還失去了這個投入 然後去開計程車啊 所以他在最近之間 有特別提到 那麼當時他的整個的轉變 就是葉爾卿 葉爾卿 我們有說葉爾卿效應 就是在中央政權瓦解的時候 一個民粹的 或是受到這個歡迎的 人民支持的一個民主的首長 特別是他原來是莫斯科的市長 後來呢 在俄羅斯改成聯邦之後 成為第一任的民選的俄羅斯總統 他也要進行民主改革 可是俄羅斯的民主轉型的路 並不平順 因為葉爾卿的第一個他的政權並不穩定 第二個他推動這個修克的療法 希望呢把經濟帶起來也沒有成功 並且他現在答應說要讓民族支持 但是在車程要反叛的時候 他卻派兵呢 發動了這個不受歡迎的車程戰爭 葉爾卿在1999年12月31號 最後一天的時候 無預警的宣布他要辭職 那麼繼任者是他先前選的普丁 普丁之前在葉爾卿身邊呢 看起來個子小小 但是他是一個柔道冠軍 甚至非常精壯結實 眼神也非常銳利 就有神 更換他是KGB情報投資的背景 所以他呢當權之後呢 不斷的就是 再次連任 再次連任 甚至不能連任的時候 就交給總理 他繼續當上總理 然後改憲法 現在他可以 可以當到80幾歲 這整個的就是在強人政治的中間呢 還有整個過去的歷史 形成了普丁現在外交 好我們稍後回來 好我們稍後回來